第八題就是考核大家Angles in Intersetting and Parallel Lines 的關係 我們看看題目,題目指它給了你三條直線 它只是給你直線,它沒有給你任何平衡線 我們先看看部分A,部分A叫找X 我發現在哪裡找到X呢? 就是在Triangle APR 裡面,有兩隻角有X,第三隻角叫54度 剛好這三隻角形成一個三角形 而三角形,我們有一招叫Angle Sum of Triangle 所以我們可以很快地寫上部分A 就是X加2X,再加54度等於180度 因為,寫上一個reason,Angle Sum of Triangle 而這裏3X就等於126度 所以我們會計到X是42度,這是部分A的答案 而Partboy就說,現在Triangle PQR 裡面 它是一個Equilateral Triangle 即是一個等邊三個形 等邊三個形,即是三隻角都是一樣的 都是60度,對吧?都是60度 所以我們現在的目標是找什麼呢?就是找Y 我們就會說,咦?我們知道了X,我們知道了60度 我們還差了Y,我不知道Y是多少 但是如果我找到Angle BPQ的話 我們又可以用Angle Sum of Triangle去找Y是多少 所以我們有沒有能力找到Angle Boy PQ呢? 當然有,因為它跟60度和X是同一條直線上的 所以通了,Partboy我們開始寫一下 先寫一下 Angle QPR會等於60度 因為這個Equilateral Triangle的緣故 而這個X加Angle QPR 再加Angle BPQ 即是紅色highlight的這隻角 OK?就等於180度 Recent Adjacent Angle on Straight Line 直線上的雙輪角加上180度 而我們知道了X是42度 而QPR是60度 加這個BPQ是180度 所以這隻的Angle BPQ呢 就等於180度 減去102度 那Angle BPQ呢 就等於78度 好了,找到78度 那接下來怎樣呢? 那就會說了 In Triangle BPQ 在這個三角形裏 42度加Y加Angle BPQ 會等於180度 Recent Angle Sum of Triangle 那麼我們就可以代數了 42度加Y 就會是 Sorry,還有一個角度 再加78度 就是180度 那所以呢 不夠位了 寫在旁邊 所以呢 Y會等於60度 Y會等於60度 這個是Part Boy的答案 而至於Part C呢 Part C呢 他就說 Using the result from A and B Prove whether BC is parallel to PR with reason 到底 Boy C和 PR 是不是平衡的呢? 那我們一起看看圖 我們就會說 如果 42度角 即是下面這隻角 等於上面的X 藍色圈著兩隻角是相等的 即是因為他們是corresponding angle的關係 他們相等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corresponding angle equal來做一個reason 所以呢 我們就寫回了 Part C 我們開個位 不是很糟糕 不好意思 Part C 解釋給別人聽 Because angle PBQ 等於 angle APR 這兩隻藍色圈起的角 都等於42度 Therefore Boy C 平衡 PR Reason corresponding angles equal equal 這就是第八題的答案